当年,你喜欢你收到的礼物吗? 当然喜欢啦妈妈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呀? 宝贝,圣诞节除了收到礼物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庆祝耶稣的诞生啊 耶稣是谁呀? 来来来,我告诉你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女孩 和一位名叫约瑟的男子即将结婚 有一天,天使加百利来到玛丽亚面前 告诉他将会生一个小宝贝 大恩女子,主居里居里在 玛丽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平和恩 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请教耶稣 可是,我还未出嫁,怎能怀孕呢? 圣灵到玛丽亚到玛丽亚,至高者的主意要不平 因此,那家要出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 我是主的悲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丽亚的老公约瑟还是不相信,也无法理解 于是,天使又跟约瑟说 约瑟不要怕,只管死过的妻子玛丽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当时有一群牧羊人在附近的田野照料羊群 天使也来告诉牧羊人 救主已经叫上了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他们就非常害怕 不要怕,看哪儿 我报给你们大起的信息 是欢迎你们的 今天在大会的神秘里 为你们生了救救 救世主基督 你们要找到一个银排 帮着我活在的荣光里 那那就是基督 东方的博士 他们寻着天上的星星 也知道耶稣诞生 看哪儿,那星停住了 星星王一定降星这个马草里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 落在马草里的婴孩 跪地覆盖那孩子 揭开稿盒 拿黄金 补香或药为敌的婴孩 所以圣诞节就是在庆祝耶稣的诞生 妈妈耶稣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出生的时候 会有天使来造型呢 当然不一样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妈妈,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 来,我再说一则故事给你听 当时有一位上帝的诗者 名字叫约翰 他在犹太各地传道 当有人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约翰就会在约旦河里替他们施洗 天我尽来 你们应当悔改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万要给他几鞋带 也是不配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耶稣也来到了约旦河畔 虽然他本身无罪 但是仍要约翰替他受洗 你也替我施洗吧 不,不,我不配 是我应当送你的洗 你反倒要我替你施洗吗 你暂且虚弱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见诸般的义 是的,是的,耶稣 这是我们的爱 我所使用 所以这是上帝亲口说 耶稣是他的爱子 而且啊,你知道吗 当耶稣受洗以后 魔鬼就来引用他 试着想把耶稣变坏 还趁着耶稣肚子饿的时候 来试探他 耶稣好 你懂了吗 在这荒野中 一万无止 一点食物都没有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神而已 撒纳啊,你可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 耶稣啊 你看这山下的一切 你所看到的 这一切全灵 荣华 我都可以给你 因为这人是交付的 我愿意给神 就给神 你若在我面前下摆 这都要回 撒纳啊 你可知道 当爱主 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耶稣啊 耶稣啊 我们现在站在这高宋的公圈上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得的时候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得好 他们要用手扑着 扑着 免得你的脚 扑在石头上 主怕撒旦 不可试探住 你的手 可我 我会再烦 我就不相信 你的信心 能有你如此信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 所以耶稣 未来到世界上 不是想要拥有什么好东西 也不是只想吃饱肚子 也不会因为是神的儿子 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反而 是要来帮助我们知道 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那魔鬼 会不会也要来 引诱我们变坏呀 当然会 魔鬼一直都在用各种办法 引诱每一个人呢 魔鬼好坏呀 那我们要怎么办呀 宝贝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 他会帮助我们不受引诱 即使我们已经做了错事 变成坏人 耶稣也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变成一个好人 来 让妈妈告诉你 耶稣会怎样神奇的帮助 许多相信他的人 在那个时候 麻风病是不干净 大家都排斥了一种绝症 你这种 恩惠又讨厌 走开走开 也不接近 咋得打吗 我好觉 我会 快接近你 主我肯 彼能将你接近 我肯 你接近的吧 我就相信 耶稣一定能接近我的了 他 他的大麻风 立刻就解禁了 有一次 几个人 用被子 抬着一个摊子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我应付不出来 不了 我一定要找到耶稣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色 当时有几个文圣心里说 你这个人 说了不尽 抗旺的话 我要对付你啊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说你的罪色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起来 拿你的路子 回家去吧 我 我不用别人抬 我 我不抬起来啦 随便的人犯了十二年的流血不止的病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我 犯了十二年的血路 我软弱不定 没有人 能够抑制我 我知道 只要摸他的衣裳 我必痊愈 女儿 放心 你的心 救了你 看 我痊愈了 不流血了 我不容忍了 我不容忍了 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 前面的道路寸不来行啊 不良的瞎子 跟着耶稣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下一次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 造成我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 我们看见了 我们的人生有方向啊 宝贝还不止这样了 耶稣还把水变成酒 来满足参加婚宴的人 他又用五个饼 两支鱼 为宝听他讲话的五千人 耶稣这样做 主要是要让我们认识他 相信他 妈妈 耶稣好棒啊 我一定要相信耶稣 是啊 像你在Sunday School 老师就有教导要怎样相信耶稣 妈妈 耶稣好像我们的老师啊 宝贝过来 我们来看看在圣经上 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 并要得到生命的光 我来只要叫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亲近神 神就比亲近你 你期盼了 神的国境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 凡事都能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寇门 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所有辛苦 劳碌 担自沉重的人 到我这里来吧 我要叫你们 得安息 你们必须晓得真理 真理 比较我们得以自由 宝贝 其实只要相信耶稣 他就已经在我们心里 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 那我要怎么找到耶稣呢 他有为啥可以在牧群里吗 我们只要祷告 耶稣就听得到了 耶稣教过我们怎么祷告 宝贝过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祝我们的名为神 愿你的国家 愿人之一 闲在地上 如同闲在天上 我们就用的领寺 今日自灵 离我们的在 如同流能年龄 你的在 不叫我们一切事态 就我们脱离休门 因为国度 全力荣耀全是你 祈祷 祈祷 阿们 祈祷 阿们 祈祷 阿们 祈祷 祈宙 祝我是爱 但落进屋主 一切是我的力量 以你亲切的手 听到我 那就是我的手 耶稣 高高 我让我的手 高高 做一事 高手不能做 根本不当当 倒下回我了 高了危险 如今 新阶 高有光 也且不晓得 合着人 不所谓 で挡写